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是你想Google的時候呢? 只有Google那條Search Bar 是沒有什麼Images、Map、News 沒有上面的細項出現 那你究竟就知不知Google image是如何 在什麼時候 因為什麼時候而誕生的呢?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啦 入了intro之後 覺得我好像醒神了 加了一些下眼線Bling Bling 突然覺得說J.Lo的感覺 一定要有些閃的東西在身上 然後還要加一些contour 其實J.Lo也是contour界的始祖 比Kim Kardashian還早 好了 現在我們就要切入正題了 在2000年的時候 第42屆Grammy Award裡面 然後J.Lo就憑著Let's Get Loud這首歌 就提名這個Best Energy Level Single 我也不知道有什麼Award的 Anyway 那J.Lo跟這個Google image 究竟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頒獎典禮的前夕呢 其實他在拍攝他的電影 The Wedding Planner 他說當時就只拿了三套衣服 給他做Fitting 他說他試了兩套都很不適合心水 然後他就試第三套衣服 第三套衣服是一套綠色 一套很清晰、很性感的一套 他試完之後 他說他身邊所有的工作人員 都立即非常壞言 非常驚訝 但是呢 那時候他的髮型師 就叫他不可以穿這套衣服 為什麼呢? 因為那套衣服有很多藝術都穿過 例如有Donatella 跟著有Spice Girls 他們都穿過這套衣服 但是J.Lo就說他一定要穿這套衣服 因為他覺得很漂亮這套衣服 所以他就決定了 就這樣穿這套衣服 李成章穿著那套衣服 就參加這個Grammys 他說他走紅地毯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單位 所以他就在那個紅地毯 就逼一下逼一下 很快就過了紅地毯了 但是他說他在紅地毯拍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記者好像很興奮 拍得很開心 起哄 那麼他就覺得 這個不是平時他走紅地毯的記者 那些反應來的 嗯 就是這樣做 OK 接著J.Lo就穿著這條Fersace的裙子 去頒獎 他頒獎的時候 台上走出來就有風 整個感覺 你會看到他那條裙子 是好像 好像真的剛剛好遮住重要部位的感覺 就是上身也是下身也是 但是當然他也有說到 他說他那條裙子是黏了很多的膠紙 安全措施 是完全 我想你台風十號風球都吹不開 那我好相信就是可能觀眾覺得 哇 阿快快走啦快快快快 approaches 哇哇哇哇哇 那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J.Lo的身材真的非常非常之健康 胡佬的身材可以 那些肌肉又很結實 又有腹肌 他的膚色又很很澤極 很美 配上一個很美的高邊的頭 很美的妝 那時候還好像沒有黏假眼睫毛 沒有這些很厲害的妝容 整個感覺很自然 很美 很隆重 然後配上一雙很美的高跟鞋 那就是因為這一個 function 这一条Visace Donatella设计的一条裙 完了这个颁奖典礼之后 在Google里面 在短短的24小时里面 Google Search 即是那条BAR里面 是有642,917次Search J.Lo穿的这一条Green Dress Green Versace Dress Google的总裁叫做Eric Schermitt 他就说Google Image 就因为在一天里面有那么多人Search J.Lo的这一条裙 而启发到他们诞生了Google Image Search 的这一样东西出来的 你想想是一条裙 一条很屈肌的裙 加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人穿这条裙 就可以令到Google Image 诞生 你想想这条裙的威力是有多大 多么夸张 那在2001年里面 Google Image就有差不多2.5亿 张照片是给他们Search 在Search Engine那里的 去到2005年 他们是有超过了差不多10亿的照片 去到2010年 可以Search 到的图 已经去到有100亿张照片 100亿张照片 而且现在呢 我们去到2019年 每一天 Google Image Search 是有超过1亿的Search 可想而知 Jennifer Lopez J.Lo为我们的生活上 带来了一个 挺方便的一个啟发 一个啟蒙的人 那说回这条裙 J.Lo在2014年的时候 其实呢 他都穿了同一个 pattern 都是这个绿色 都是这个Forest的感觉 不过是一个jumpsuit的一个设计呢 在他一首歌叫做 I Love You Puppy 里面的music video里面呢 是出现过的 I put it down for a brother like you 对啦 但你很明显看到呢 那个震撼力呢 是没有他当年穿Grammys 那个那么夸张的嘛 就是有风吹气啊 很显得到的身材 是两样东西来的 Anyway 在2019年的9月21号的时候 这个历史性的moment 重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那因为Visage呢 在他们的Fashion Week的show里面呢 他们的finale 就是最后一个走出来的model 居然 大家真的没有想过 是J.Lo You see the girl gets to pop like no other 穿上一条当年 好似好似好似 Sylarat 好近好似的一条green dress 但是没有了的时候 变了是一个露手臂的版本 随着 好像一阵微风的感觉 在Runway里走出来 走了一个圈 走完一个圈之后 他再连同Donatella一起 完成了这个Fashion Week 哇 你知道我当时 在Instagram看到这个moment的时候 我簡直是 倒抽一口凉气 然后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拍一条片 在Google搜索里面出来的 还要有一个这么历史性的moment 去再重现在大家的眼前 我觉得实际是太震撼了 然后呢 其实呢 Visage呢 在这个Fashion Show的invitation 那张邀请卡上面呢 其实它已经放了一些 一些小小的提示在里面 它是一本flip book来的 你看看 它一路flip就会 Google 它特意在这个邀请卡里面 放了一个好像一个 Google image 如何诞生的一个invitation 很有心思 去暗示 这个经典重演的J.Lo moment 不得了 所以呢 其实呢 Fashion呢 和我们日常生活呢 都是非常之近 感密的关系的 这个就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例子 如果我在现场看到这一幕 摸到这一幕 我想我会缺氧的 我觉得呢 很少会找到一些 这么资讯性的事情 可以混合Fashion 一起说的 做一条片给大家看的 所以呢 嗯 这条片其实我想拍很久的了 耶 今天终于拍到了 对啦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呢 或者是 这一类型的片的话呢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可以看一下呢 想多些类似这样的题目 去拍片给大家的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就记住要 subscribe我的频道啦 按个铃铃啦 like这条片 那我们逢星期二和星期四 都会有新片出的 那你们记住要 stay tune to 我的频道 好啦 我们下条片见啦 拜拜 没关系 I love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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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片 益 张相 益 没有个K 不知道为什么有K sorry sorry